哈佛大学多只含泪黄铜的食物或能保护大脑,远离老年痴呆。 李大爷今年60岁,本来身体一直都很好, 可是就在半年之前开始出现记不住东西, 有时候说话还说不清楚,甚至有一次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给家人急得报了警,在警察的帮助下才找到人。 找到李大爷之后,他的家人怀疑他可能是患上了老年痴呆, 随后就带他去做了检查,果然是患上了老年痴呆。 医生和家人沟通了一下,并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 在饮食上告诉李大爷和家人最好多吃一些泪黄铜的食物, 可以更好地保护大脑。 其实,在老年痴呆这方面还是更注重预防, 而有一种说法是哈佛大学曾做了一项研究, 多吃含有泪黄铜的食物或许能够保护大脑, 远离老年痴呆,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什么原因导致老年痴呆? 在大多数人的概念当中,痴呆可能是老年人的专属, 其实受到现在环境和各种生活习惯的影响, 痴呆不仅是老年人的专属, 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有患上痴呆的情况, 而老年痴呆对健康和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老年痴呆主要损伤的是人的大脑, 当大脑神经出现问题会导致运动功能障碍, 生理功能障碍等等, 所以患上老年痴呆之后的老年人会出现走丢 或者是不理解别人说话的问题, 这会给生活造成极大的困扰, 而现在医疗水平虽然非常高, 但是对老年痴呆可以说是没办法治愈, 当大脑神经受到损伤就说明是一种不可逆的, 那么为什么会患上老年痴呆呢? 其实,关于老年痴呆会有很多的因素, 第一,平时不爱动脑, 平时不爱动脑会导致患有老年痴呆的风险增加, 这是因为当大脑皮层不受刺激, 再加上年龄比较大, 就出现了退化的情况, 老年痴呆症发病率也就更高了, 所以我们是建议老年人平时可以多学习, 多社交, 这样能够刺激大脑皮层, 让大脑退化的慢一些, 同时也是在刺激大脑, 第二, 遗传, 关于老年痴呆也是会受到遗传的影响, 如果在直系亲属中有人患老年痴呆, 那么下一代患有老年痴呆的风险, 要比健康的普通人增加6到8倍左右, 虽然现在没有绝对的证据, 能够证明老年痴呆会有百分之百遗传走, 但是是有一定风险的, 第三, 年龄, 年龄可以说是患有老年痴呆的主要发病率之一, 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的功能出现了下降, 患有老年痴呆的风险也在增高, 第四, 不良的生活习惯, 最常见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吸烟和饮酒, 因为这两种会导致患有慢性疾病, 还有关心病, 动脉硬化等几率的风险增加, 而这些疾病也会增加患有老年痴呆的风险, 饮酒对于大脑的刺激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脑的损伤会越来越严重, 出现功能性不可逆的破坏, 以上就是比较常见的导致老年痴呆的因素, 通常情况下, 老年痴呆对一个人的生活影响和健康影响是非常大的, 比如有老年痴呆之后, 早期会出现记忆力衰退, 没办法记住东西经常丢三落四, 之后可能就会出现出门之后找不到家的情况, 这对患者本人还有家属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困扰, 又比如会出现语言表达障碍, 在日常生活中大脑没办法想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词语, 所以就会有明显的语言障碍, 说话的时候也磕磕绊绊, 与以往大有不同, 总而言之, 患上老年痴呆之后对生活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对患者来说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 所以预防老年痴呆是非常有必要的, 尤其是从现有的数据能够看出来, 每年患有老年痴呆的人数在增加, 而且正在逐渐年轻化, 所以预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而哈佛大学有研究表明, 多吃含黄铜类的食物或许能够保护大脑, 这是什么情况呢? 2.多吃含黄铜的食物或能保护大脑, 相信很多人对于吃东西能够预防某些疾病, 都是抱有一定怀疑态度的, 尤其是关于老年痴呆, 因为老年痴呆属于神经性的疾病, 一旦患上了就没有任何可逆的办法, 但是在预防这方面, 或者是想要大脑变得更好, 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类黄铜的食物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就在2021年, 美国哈佛大学曾在Neurology发布过一项试验的研究结论, 其结论就是如果每天在饮食中可以多吃一些含有黄铜类的食物, 那么是可以起到保护大脑的作用, 从而预防老年痴呆, 而关于具体的实验, 是对10万名中老年人进行了20年的跟踪调查, 每天会记录他们的饮食, 进行了实验对比, 发现在这些实验的人中, 类黄铜量摄入量最多的一组要比摄入量最低的一组, 出现老年痴呆率降低了25%以上, 所以从这项研究结果当中, 能够得出类黄铜类的食物确实是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出现, 其实至于老年痴呆的主要性质有关, 患上老年痴呆与脑内的自由基有一定的关系, 当自由基的数量达到最大之, 那么我们的DNA结构会受到破坏, 出现功能性异常, 也就导致了大脑损伤, 从而诱发老年痴呆, 而在这里, 类黄铜起到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清除身体中的自由基, 所以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另外类黄铜类的物质是可以保护血管的, 因为血管属于患有老年痴呆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尤其是患有脑血管疾病, 而类黄铜物质对血管健康是有一定益处的, 能够使血管扩张并改善血液循环, 从而降低血压, 保护神经细胞正常, 除此之外还有一定的抗炎作用, 因为慢性炎症在老年痴呆的发展过程中是有一定作用的, 类黄铜有抗炎作用, 自然就可以起到抑制的效果, 降低对神经细胞的损伤, 从而改善功能, 所以综合以上情况, 类黄铜食物确实是有一定的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 那么在生活中哪些食物是含有类黄铜的呢? 1.蓝莓 蓝莓作为一种有着抗氧化作用的水果, 其含有丰富的类黄铜物质, 因为其抗氧化物质就是类黄铜, 可以促进神经元的生长, 让学习能力有所增强, 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 如果想要预防老年痴呆, 保护神经细胞就可以多吃蓝莓, 2.豆类食材 我们都知道在豆类中含有植物蛋白, 其实在豆类食材中还含有大豆易黄铜, 也有一定的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 经常吃豆类是可以降低脑部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并且里面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都对大脑有一定的帮助, 3.茶叶 茶叶也是一种含有类黄铜物质的饮品, 有一定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 有研究数据表明, 长期适量的饮用茶水是可以对血管挤到一定保护作用的, 而且可以维持四类功能, 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 想要喝茶叶一定要选择好时间, 尽量不要在晚上的时候喝, 如果肠胃有问题, 对茶叶的种类也要有严格的把控, 除了在饮食上要预防老年痴呆之外,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应该注重保护大脑, 从而起到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 可以多注重以下事项, 3.保护大脑健康这样做, 1.控制血压, 现在高血压的问题对中老年朋友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 然而, 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并没有意识到高血压的危险性, 因为高血压长时间持续下去, 没有得到控制就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并发症, 对健康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很有可能会导致认知障碍, 也就是患有老年痴呆, 所以如果有高血压一定要积极控制, 可以通过使用降压药和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进行控制, 不然的话很容易影响认知功能, 2.多参加社交活动, 多学习, 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到了一定年龄只一个人待在家里, 家里的孩子可能需要去上班或者是上学, 在这样的孤独环境中常常发呆, 大脑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患有老年痴呆的风险增加, 如果能够积极地社交, 让大脑变得更活跃, 自己心情更好, 可以使身体变得更健康, 而且有一项研究表明, 如果能够玩而非数字游戏, 比如打牌还有猜字迷等等, 是可以使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受到一定的影响, 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老年痴呆作为一种影响人类生活质量和健康的一种疾病, 一旦患病, 是大脑神经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 想要治愈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已经有相关研究表明, 摄入类黄同类的食物确实能够预防老年痴呆,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蓝莓、 大豆等食物, 有充分的类黄同物质摄入, 清除身体中的自由基, 提升抗氧化能力, 有抗炎的作用, 当然单纯的靠吃, 拘预防老年痴呆是并不完全绝对的, 还是要注重生活中的一些习惯, 比如多动脑, 控制慢性疾病等等,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